哇 成功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Dud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的视频我进行过线路测试 就有不少网友发现我用的线路挺优质 很好奇我用的是什么VPS 甚至还以为我是什么机场主老司机 但其实都不是 我也是一个新手 我是在大半年前才开始用VPS自建博客搭建线路的 但是当时技术很菜 所以整个使用感受真的很差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之后 我就去咨询了大神 说怎么样才可以线路优质稳定使用呢 在当时我得到的回复就是 世界加钱可值 哦 我一下子就顿悟了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 我将去做一个尝试 如何去搭建一个优质的观看奈飞线路 得到点播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线路还有优先级一说 不仅仅是取决于VPS性能 电信出国有所谓CN2的高优先级线路 其中叫CN2GIA的是最优质线路 具体有什么差别大家可以看一看 总之有条件可以用这条线路的VPS 兔兔用的也是这一类 最近有很多港台朋友订阅兔兔 所以大家可能有疑问 你们走特色道路需要这样的去折腾 我不需要呀 所以这期视频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吧 但其实我想说 是因为这期视频是关于奈飞的 你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也可以去实现换区观看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看 兔兔到底是怎么折腾的 从而更加珍惜现有的自由 奈飞的购买我用的是美区 其他区会便宜不少 但是当时我在注册的时候 并不知道价格还有差别 奈飞后期使用的 其实和你注册的区域无关 而是和VPS线路区域有关 所以如果你想换区 直接换线路就可以了 第一次注册 美区可以使用奈飞的礼品卡 就会免去信用卡认证 我现在用的两个VPS 分别是班瓦工的CN2GIA线路和GIGIS的 年付价格分别是120美金和70美金 价格会比一般的VPS高很多 但确实线路优质 使用稳定 我准备搭建一条香港的线路 看到一个推荐 因为带有原生IP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看起来并不是CN2GIA双向线路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大家看我的跳坑测试吧 它提供了一个服务器测试IP 我用网上推荐的工具测试了一下 确实走的都是一些高速节点 看了一下价格 考虑了一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用 所以还是先用岳父试试吧 这里顺带说一下 奈飞对线路和IP都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的IP侠好是黑名单段 那么再好的VPS线路也是看不了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说 你怎么去推荐高价VPS 难道就没有什么免费的低价优质的吗 可能有 兔兔身边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寻找工作 但是我不太愿意为此去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 总之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你 多少都需要去花钱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 只是因缘而异的零和博弈 所以我更愿意去选择最省力的 当然这不一定是最具性价比的 特色见过身边许多朋友 虽然很有钱 但是他觉得在这种VPS上花钱是不值得的 更不要说什么软路由了 因为在它的价值序列里 这部分的权重是非常低的 他对此的价值判断和兔兔的就很不一样 那几百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讲不算是一笔巨款 可能就是请朋友吃一顿饭的花销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是用在VPS上 是体现不出它的价值的 举个例子吧 兔兔身边的女生 她可能想要去买一种电子产品 让我给她推荐 一两千块钱的推荐了之后呢 她一两年都做不了这个决定 但是一两万的包就是说买就买 就跟买菜似的 很多男生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关于梯子这个事情呢 我身边很多人对此的价值判断 都是高度雷同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去安利谁 去说服谁 对 现在VPS就购买并部署好了 之后没想到的是我陷入了蒙逼状态 因为她用的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SSH密钥生成方式 通过官方教程 我才知道了怎么从Mac上登录服务器后台 就是在Mac中端生成一对密钥 然后呢把公钥手动注入到服务器后台 重启服务器即可 然后我就成功登录到服务器后台了 接下来就开始搭进线路 我使用的是233boy提供的帖子 v2ray一键部署 超级简单的 使用这一段代码粘贴到中端 跟着指令走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把配置信息 手动添加到Windows版的v2rayn 再导出为客户端配置文件 复制粘贴到LED的v2ray插件里就可以了 我个人是安装了三个LED的 所以只要任意指定一个 是不会影响其他线路的 我已经把配置文件 拷配到LED的v2ray插件里了 部署呢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就去测试一下 现在我把网关和DNS都改成了这个线路的 打开YouTube测速 哇感觉速度很快啊 打开一个4K视频看看 哎也挺快的耶 这个表现感觉比我其他线路还要好一点啊 试试8K呢 也挺快的嘛 我以为会没办法播放 没想到是可以的 在LED的tv上把网关和DNS都设置为旁路由的地址 也就是刚刚的新线路 那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估计是可以的吧 哇成功了 加载速度挺快的 加载速度挺快的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卡顿的现象 现在来看一下爱死机器人 最近我超喜欢看这个 目前看来整个观看都是很流畅的 感觉真的很好 我成功了 另外虽然这期视频我讲的是这间线路 但并不是让大家去用机场 我自己也有在用机场的 它能够很方便你多线切换 有多种选择提高存活率 但是自建线路呢 就有安全性高 私密性好 线路独享这些优势 不过也会折腾的多 我更换了一个美区机场线路 现在就切换到美区了 所以换线及换区 大家懂了吧 另外如果你不常用V2Ray 你也可以用SS SSR 软路由 VPS 各种APP等等 总之我们要用上奈飞的成本 比起其他地区来讲是高昂很多的 所以我在想 你说为什么无论是哪一方 在这个上面的精力财力投入 都是如此之多呢 就想一想会觉得真的很魔幻 当然如果你觉得一遇人就是要管 木田就是无足轻重 那么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我十分的希望我们能够早日的轻松 很正常的就能够用上奈飞 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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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